你已经知道了,交流电的有效值是在能量方面对于直流电的等效 这一节咱们来讨论最常用的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 先来看结论 如果某个交流电的电压表达式是这个形式 电流表达式是这个形式 那么电压有效值就是2分之2UM 电流有效值就是2分之2IM 简单来说,正弦或余弦交流电的有效值为最大值的2分之2倍 这个结论的证明咱们会在另外的视频中给出 记住有效值为最大值的2分之2倍之后 来看个具体的例子 以至某电阻R就在电压为大U的直流电源上时 它的发热功率是P 那么当它接到电压为小U等于大U乘以3UOmT的交流电源上时 它的发热功率是多少呢 要求的是交流电的功率 当然要用有效值来算 电压是个正弦函数 所以这是正弦交流电 那么就可以用U有等于2分之2倍的UM来算了 从电压表达式中找出电压最大值是大U 所以有效值就是2分之2倍大U 利用电功率的公式 把电压带进去 算出此时的功率PPR等于2分之1乘以大U方比R 大家觉得没 这里的大U方比R 不就是电阻接直流电源时的功率P吗 所以结果就是2分之1P 搞定 以后只要看到正弦或余弦交流电 有效值就是最大值的2分之高2倍 一定要记住 咱们之前说过 当时间T小于一个周期时 一般不能用有效值进行计算 但其实对于正弦交流电 有时候在4分之1周期或者半个周期内 也是可以用有效值的 来看图 在一个周期内 电压的变化可以分为完全对称的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的电压都是从0变为最大值 或者从最大值变为0 所以它们生热显然是相等的 如果一个周期的电热为QT等于IU方RT 那么这四个时间段内的电热都是4分之1QT 但要注意 并不是对于任意的4分之1个周期的时间段 电热都是4分之1QT 比如取这样的4分之T 由于这个阶段电压一直比较大 所以它的生热必定会大于4分之1QT 当然也就不能用Q等于IU方RT来计算了 再来看半个周期的情况 根据正弦函数图像的对称性 比如这样或者这样的 任意半个周期的生热都是整个周期的一半 因此任意半个周期内的生热 都可以用Q等于IU方RT来计算 刚才说的都是正常的正弦交流电 考试中经常会遇到一种变形的正弦交流电 比如这个图中 将正弦交流电复半个周期抹掉 那么这种交流电的有效值为多少呢 由于这不是完整的正弦交流电了 不能直接用IU等于2分之2被IU的关系 只能按有效值的定义去求 如果是完整的正弦交流电 就可以用这个式子了 电流有效值就是2分之2乘以5A 一个周期T内生热Q等于IU方RT 把电流有效值带进去就是2分之25RT 但现在一个周期内只有半个周期有电流 所以生热只有刚才计算值的一半 也就是Q等于4分之25RT 最后再利用有效值定义 利用Q等于IU方RT 就可以得到这个方程 计算出有效值为2分之5A搞定 要记住 对于这种被抹掉一部分的交流电 你可以先按照完整的交流电求出电热 再根据图像对称性 考虑抹掉一部分之后 电热应该变为原来的几分之几 好了 来总结一下 咱们讲了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 有个重要结论你得记住 对于正弦或余弦交流电 有效值是最大值的2分之2倍 并且在任意的半个周期 和这样的4分之1个周期内 电热也可以用Q等于IU方RT来计算 不过有一点我再提醒一下 这个4分之1周期 一定得是从0到峰值 或者从峰值到0的过程 知识就是这些 速速刷题去吧